愛報仇的高拱 明目中隆氣三年 高拱回到朝廷擔任大學士兼長力部士 這關因為有點像現在的內政部長兼法務部長 他在家鄉憋了三年的悶氣 此番重來 他要施展長財 也要報仇 高拱回來了 穩坐內閣第一把交椅 原先的首府李春芳 原本就是一個恭敬小心 不愛管事的好好先生 既然高拱喜歡攬拳 他也就樂得讓手 當初民視中過世之時 徐傑只找了張菊正商量遺照 沒有找高拱商量 對於這件事 高拱做夢都不肯忘記 又恰好徐傑三個兒子不學好 讓高拱逮到了理由 他非要報仇不可 李春芳與徐傑關係不錯 事實上 徐傑一輩子謹慎小心 公中體國 公正而忠心的為國家服務 就是一個不小心得罪了高拱 李春芳忍不住勸高拱說 犯不著窮追到底 算了吧 李春芳一臉擋了幾次 阻止高拱報仇 高拱火大了 竟然轉而攻擊李春芳 李春芳覺得沒意思 想要退休 而且他挺有福氣的 雖然七十高齡了 父母親還健在 都快要當仁瑞了 與其受高拱的氣 不如回家陪伴老爹老娘 李春芳上了幾次奏章 要求告老還鄉 明目中都不答應 高拱急了 拜託南京幾世中王 針對李春芳提出彈劾 李春芳覺得好沒有面子 再也不肯坐下去 就這樣 李春芳離開了朝廷 陳辛勤是那個 第二個被高拱給拱走的人 他走得很冤枉 只不過是上周章時 提到了一些英雄的毛病 就是提了一些遵循 救邪而無所改動的毛病 強調應該整治貪官污吏等等 目中十分嘉獎 交代下去辦理 高拱小心眼 看到周章不開心 鼻孔哼了一聲說 你是在侵犯我力部的職權 因此決心報仇 陳辛勤一向忠謹小心 明目中曾經親自書寫忠貞 兩個字送給他 他瞭解高拱的脾氣 懶得與他鬥爭 於是支撐生病 離開了朝廷 第三位被趕走的是趙真吉 趙真吉學問品德都高人一等 脾氣也比旁人大一等 動不動火氣就上來 聲音就高起來了 他自認是老資格 對誰都是指名道姓 背後惹來不少怨言 然而趙真吉以表堂堂 上朝論政 侃侃而談 連名目中都不敢小觸 趙真吉與高拱在考察科道觀時起了衝突 高拱把他所有厭惡的27人完全赤退 趙真吉受不了了 請求退休 並且上了奏章批評高拱 曾自從掌管督察院以來 只有考察一件事與高拱意見相著 曾進口不能發言 高拱是真正的專恨 專恨的意思是獨斷恨行任意妄為 緊接著高拱要直接對付張居正了 隆慶五年 許接三個不成才的兒子同時被捕 填產充公 二兒子充軍 徐傑是張居正的恩師 又是產除嚴松的大功臣 張居正認為兒子的過錯應該由兒子承擔 不需再波及徐傑 偏偏高拱正式要找徐傑報仇 有一天高拱聽說張居正收了徐傑三個兒子三萬兩銀子 他立刻找張居正理論 張居正極力否認說 沒有的事就是沒有的事 高拱不相信的揪著張居正說 那你敢不敢發毒誓 張居正知道拗不過高拱 因此他跪在地上指天發誓 如果我拿了三萬兩銀子天打雷劈 高拱這才勞過了張居正 這時殷居正準備入閣補缺 高拱不喜歡他 認為他不是自己人 所以高拱就要寒一提出彈劾 沒多久 在一次集市中與內閣大學室見面的機會 快人快語的殷居單突然之間 一個劍步衝到了韓義身旁 大聲的說 聽說韓科長對我不滿意 這倒是無所謂 可是犯不著被人利用 韓義呆住了 不曉得該如何回答 人人都知道 這番話是衝著高拱而來的 高拱惱成怒 一甩袖子道 這成什麼體統 因此單活了 挽著袖子大聲說 不成體統的事多著呢 驅逐李春芳葛老的是你 驅逐陳辛勤葛老的人是你 驅逐趙真吉葛老的還是你 連回到老家的徐階葛老你都不放過 內閣就是你一個人的 說著 輪起拳頭迎上去 張居正迎面勸架迎面心想 高拱有仇必報 真是讓人頭痛啊 今天 comple禮女就家 請喝太陽 本次回到老家 不許去 一大堆 大堆 現在 爹 很幸福 跟